- 掌聲鼓勵,歡迎郭雪芙來到我們的現場 - 掌聲謝謝兩位美麗的Danser,謝謝兩位 - 我們請雪芙稍微留步一下喔 - 麻煩我們工作人員幫我們遞上一個麥克風 - 歡迎雪芙來到我們的現場,我們先請雪芙跟大家打聲招呼 - 哈囉,大家好,我是Dreamgirls的郭雪芙 - 雪芙來到我們的現場,我們再請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 - 再次歡迎她,掌聲歡迎郭雪芙 - 哇,雪芙今天好漂亮喔 - 要先拍照是不是? - 好,有現場的媒體朋友們說要先拍照,我們要先拍照嗎? - 好,那我們先開放大家,先來拍照一下好了 - 那我們先請雪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- 因為雪芙最近作品很多對不對? - 在戲劇上表現非常的亮眼 - 今天能夠來這邊排舞,大家都非常的感動 - 但是今天身為一個宅男女生,來到我們的現場做刮鬍 - 不知道妳有沒有什麼樣的感想? - 其實今天真的很開心,也很感謝菲利浦電弧刀邀請我來 - 那其實雖然對女生來說,電弧刀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遙遠的 - 因為女生好像用不到對不對? - 對,可是其實我一直有幻想著說 - 可能對未來的另一半買一支電弧刀,然後幫她刮鬍子 - 哇,也太浪漫了吧! - 所以妳夢想著妳可以幫另外一半來刮鬍子喔 - 對,因為其實我覺得男生 - 我喜歡男生乾乾淨淨的 - 就是鬍子要刮乾淨 - 就是比較好像不修蝙蝠的感覺 - 希望能夠打理一下自己的門面 - 對,那這樣看起來就是也會特別有自信 - 我覺得男生打理門面還蠻重要的 - 像我們的代言人啊 - 喔,像高以翔 - 就是郭雪芙心目中覺得 - 如果要選擇另外一半應該要有的乾淨 - 有自信的樣子對不對? - 對 - 對,但是呢,我們現場其實有很多年輕的朋友們 - 他們可能是今年正好要成為社會新鮮人,進入到職場 - 不知道郭雪芙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要送給他們呢? - 其實我覺得剛入社會還蠻重要的一點就是職場上的利益 - 那有些人可能會很認真的做自己做的事情 - 可能會忽略掉就是要打理遺龍這件事 - 喔,我聽懂你的意思,你意思是說 - 比如說我的工作能力很強 - 但是呢,我沒有修理我的門面 - 可能有一些捍衛,或者是會有一些胡渣 - 所以就會讓人家反而第一印象不太好 - 對,我覺得第一次印象很重要 - 嗯,這樣很容易在工作上就會吃虧 - 對,所以我覺得男生啊 - 要整理好你自己的門面 - 然後刷,不是刷 - 刷牙也要刷啦,是沒錯 - 刮鬍子也要刮 - 鬍子也要刮乾淨 - 鬍子也要刮乾淨 - 嗯,沒錯,所以呢,其實我們今天現場有很多年輕朋友們 - 他們都要在今天化身為最有型的型男喔 - 那究竟要怎麼樣化身呢 - 剛才呢,我們已經有跟大家預告過了 - 那我們其實在我們面對舞台右手邊 - 有一些粉絲們已經在排隊囉 - 待會呢,我們就可以由郭雪芙來親手幫他們做刮鬍了 -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讓台下酒後多時的粉絲們 - 可以一一的上台來體驗 - 首先呢,我們先請前十名的消費者 - 秀出你們的發票跟號碼牌喔 - 那我們前三個名額的朋友們 - 運氣也太好了吧 - 可以讓郭雪芙來幫他做刮鬍的動作 - 所以我們首先要一個一個邀請上來 - 在我們邀請的同時也請工作人幫我們把椅子搬上來 - 那同時請工作人可以幫我們導引第一位 - 最早來到我們現場的朋友們 - 好,第一位請上台 - 接下來呢,我們要由郭雪芙來幫他做刮鬍喔 - 好,所以呢 - 哇,應該很讓台上所有粉絲們幸福吧 - 妳好 - 妳好,麻煩這邊請 - 請就坐 - 早上七點就來了 - 昨天晚上七點 - 妳是雪芙的頭號粉絲嗎 - 是雪芙的頭號粉絲 - 是雪芙的頭號粉絲 - 好,東西有點多 - 好,也請所有媒體朋友們 - 可以趕快捕捉一下這精采的畫面 - 我們有三個粉絲的機會 - 喔,兩位也粉絲的機會 - 可以讓大家來捕捉一下,來照下項喔 - 好的,雪芙有幫男生刮過鬍子嗎 - 嗯,沒有耶,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- 嗯 - 她也很緊張 - 粉絲更緊張 - 但是呢,我相信這個店骨道應該非常的好用 - 那雪芙之前從來沒有幫大家刮過鬍子喔 - 但是呢,我們... - 但是呢,我們... - 很緊張 - 很緊張 - 好,麥克風要不要我先幫妳拿 - 還是妳一手就可以 - 剃到眉毛 - 剃到眉毛 - 剃到眉毛 - 好,這是眉毛 - 這是頭髮好不好 - 不要剃錯了 - 好的 - 我們約請所有媒體朋友們拿好 - 我們...我們雪芙可以往前站一步 - 因為呢,我們這位粉絲 - 他買的電弧刀裡面還沒有電池 - 所以我們把它的刀頭拆下來 - 裝在我們的機身上面 - 我們請雪芙可以往前一小小步 - 這樣兩個臉都可以露出來喔 - 這樣兩個臉都可以露出來喔 - 超愛吃刀頭的